大批民眾聚集在埃及首都開羅 按計劃參加要求穆爾西總統下台的大規模示威行動 星期日抗議活動組織者說 2,200多萬人在要求這位伊斯蘭領導人辭職的請願書上簽名 組織者說這個數字反映了公眾反對穆爾西統治的程度 民眾星期六晚間聚集到開羅解放廣場準備參加預定的示威 有報導說過去的這個星期在穆爾西的支持者 以及反對者之間的衝突當中已經有至少7人喪生 包括一名美國工人數百人受傷